大家好,我是顾女琼博士 今天来谈一个和我曾经有个一面之缘的斯坦福教授崔毅 他是1976年生人,中科大毕业之后赴美哈佛大学读书 虽然长相平平,但是头脑极度灵活 在男女比例失调的科大,就能长到当时的大连美女像花作为妻子 这就是情商之后的发展,更叫人赞叹 在哈佛大学获三项专利,博士四年毕业 在读期间发表《自然一篇科学》四篇等文章 2001年获得仅有29名的全美杰出研究生金奖 伯克利博士后,2003年获得美国米勒杰出青年科学家嘉奖 奖金为18万美元,之后去了斯坦福大学做教授 据说最热门的纳米领域少了他,会倒退10年 2022年更是崔毅最牛的一年 他创立的新型电池公司上市了,作价近10亿美金 我认为崔教授经历过人,必然成功 当然了,每一个成功男人背后都会有一些绯闻 崔教授也不例外,在2008年时,网络上就有绯闻 说他,2005年有一个17岁来美国参加夏令营的女孩 因为寻求读大学的推荐信 而曾和教授亲密临距离,并生下一个孩子 我是不相信这种绯闻的 虽然当时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 但是和我一样坚持不相信的应该是崔教授的老婆 虽然传言两位是在几乎同一时间生的孩子 但是崔教授老婆选择了坚信不移自己的老公 如今果然拿到了丰硕的回报 我想说的是,夫妻同心,起立断经 既然两个人选择了在一起,就要相互信任 只要目标确定了,过程中的一些细枝末节都应该忽略点 问题,你太太有没有在任何阶段因为忍受不了 压力太大,太痛苦了,说那我们不如分手吧 没有,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过 我们真的从真正确定大家是永远在一起的 之后其实就已经很少分开了